10月10号 零点报时响起 朝鲜劳动党建党75年阅兵活动摸黑登场 史上第一次的凌晨零点阅兵 动员了各军种53个步兵中队 22个机械化中队 总共75个中队 再加上骑着青色白马的骑兵队 而空军战机装上了彩灯 在飞越近日程广场上空的时候 释放烟火 再搭配上行进队伍 响彻天际的万岁呐喊声 在朝鲜平壤演出了一场朝鲜国力强盛 军容壮大的阅兵大秀 一款新型洲际弹道导弹 出现在众人眼前 明显比起过去 朝鲜城对外公开的火星15型洲际弹道导弹 更长且更大 运载新型洲际导弹的移动式发射车 还从9轴18轮增加到了11轴22轮 当天深夜发行的劳动新闻 就刊登了9页共10张照片的相关报道 宣扬果微 专家推测这款新型ICBM 射程可能超过火星食物 而足以覆盖全美国 火星15型已 이미 미 전역을 타격할 수 있는 만큼 新ICBM의 사轨移动 她不再迫,但是 那些数据 一个 一步的距離 《一般的性弱》 一个 美国的 一般的 犯击 部的 正性 云 wearing 非常 另一 Argent 一般的 一些 重音 成功 百 k 美国 Washington 和 和 美国 無 惡 够 折 越冰式上还有另一款重磅武器 朝鲜将其命名为北极星寺的新型潜射导弹 未来可能搭载于朝鲜镇研发当中 3000到5000吨级的新一代潜艰 越冰式登场之前 10月5号举行劳动党政治局会议当中 金正恩亲自授予两个新晋元帅 而这项人事案正暗示了朝鲜将继续强回 跨对美和威慑力的战略方向 李秉哲是金正恩体制上台之后 主导核武和弹道开发 而且取得成果的中心人物 胡振天则是在引进超大型火箭炮等 新型战略武器和军队改革上有所成 这两个人被授予元帅称号 显然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量 朝鮮不會放棄核武 是一直存在且難以改變的事實 在2019年底 朝鮮勞動黨七屆五中全會 會後的公報當中揭示 朝鮮為了建立朝美信任 率先停止核試驗 和導彈試射等措施 但在美國未有回應的前提下 朝鮮已經沒有理由 單方面被制約 今年年初 金正恩也曾經表示 會公開新型戰略武器 這種種跡象早就證明了一切 原來人們都預期 在圍繞75周年建黨重大日子前後 尤其是美朝關係現已僵局的時候 朝鮮要進行新的彈道導彈的試射 但是沒試射 可就通過遊行和閱兵 把這個展示出來了 那麼這兩個特點 真夜閱兵 而且是展而不試 這樣的一個動作 其實凸顯了朝鮮在戰略上的一種精算的思維 就是既要顯示自己的強硬 同時又表現了一個克制 這是一個雙重情況 但建黨75年閱兵 展而不試 在表現出強硬意志之外 又有所克制 顯示朝鮮方面 也不想把局勢搞得太僵 紐約時報則認為 儘管閱兵式上展示了新戰略武器 但金正恩的演說當中 未見如過去 對美強硬論調 這一點值得注意 而面對朝鮮正遭遇 天災疫情和經濟困局的三重苦難 金正恩其實把更多篇幅 放在全國居民努力防疫 積極應對天然災害等經濟和社會議題上 朝核談判雖然眼前停滯不前 但至少沒有更加惡化